2018倒數這回很多年輕人表態要參選 像是之前因為搜索案爆紅 有新黨F4稱號的王炳中跟侯漢廷 都有意要參選市議員 甚至親民黨這邊也證實了 他們已經跟前女F4的團長劉樂妍接洽 希望由她代表親民黨來參選新北市的議員 這是我們的新年快樂元氣餐 前女F4團長劉樂妍身材較好 近來積極在中國大陸發展演藝事業 卻傳出親民黨有意找她回來參選新北市議員 我感覺親民黨保護不了我 劉樂妍的一番回應 看來代表親民黨出征新北可能性不大 不過親民黨也不放棄2018地方選戰 儘管縣市首長並不會有提名人選 但縣市議員的部分 第一波預估將會有50人名單的 人民優先大聯盟出爐 像是現任黨籍立委周陳秀霞之子周一琦 和已故的前副秘書長劉文雄之子劉盈仁 都是親民黨有意強打的年輕世代 目標更放在台北市攻下六席議員 高雄市拿下三席組成議會黨團 而日前因為搜索案爆紅的新黨F4 王秉中侯漢廷等人 也不排除投入議員選戰 眼看泛藍小黨不斷醞釀 領頭的國民黨當然也要爭取遍地開花 國民黨全台的議員席次 渴望從現有的三百八十多席成長一成 提名將上看四百二十席到四百三十席 而人氣藍尾蔣萬安也被證實正在聽取基層民意 慎重思考是否參選台北市長 預估將在農曆過年期間做出最終抉擇 記者吳永安 周婧雲 SNG小組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